用蒲草制作的草吸管 不但可以取代一次性的塑胶吸管 使用后即可回归自然 这是由咖啡厅业者研发的环保吸管 强调自然循环的做法 让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大感兴趣 因为它是植物 整只都是植物 所以就不需要去重复清洗 店员也不确定会不会洗得干净 然后再来就是它植物完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丢橱鱼桶 所有的餐饮业者一定会有橱鱼桶这个选项 所以它不需要再去担心说 我一定要丢到垃圾桶里面 或者是哪边要怎么回收 固定回收什么之类的都不需要 你就算它丢一般垃圾 它烧完之后也是变成很纯的碳 它就是回归到土地里面 我们讲的循环是自然的循环 它没办法再利用没有错 但它就是从土地生出来 然后它就又再回归到土地里面 这场在西门红楼举办的 2023永续台北循环城市进化论论坛 与循环聚落生活特展 除了鼓励企业改变商业模式形态 从净铃永续角度思考 也呼吁消费者共同支持 一起来当永续关键人与守护者 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整个全球 都是以2050年净铃当作一个目标 但台北市我们自己定的 阶段性目标比较高 我们在2030年就必须要减碳40% 所以事实上每场活动 都非常的有它的意义 就是一个很大的倡议 就大家知道说从所谓的净铃 跟永续的概念 从早期只从环保的角度 到现在整个产业经济 到消费形态 我们都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识 来做一个比较大的翻转 所以今天这样一个论坛 很重要的重要性 就是让所有的商业 希望它的形态 商模形态可以改变 从净铃跟永续的角度来做思考 另外也让倡议消费端 大家能够来支持 成为一个在台北市 我们每个人都是永续的关键人 都是永续的守护者 出席论坛的台北市副市长 林义华也以天恨事件说明 在极端气候频频发生的现代 推动永续静零的重要性 在整个月气候一场下暴雨之后 事实上我们都必须 地底下都必须要再去做一些相关的检验 因为这个下暴雨 它对我们地底下的影响 论坛外的循环聚落生活特展 透过行动创造改变 实现循环城市 近临台北的愿景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导